当博主第一次去参加品牌活动 是种什么样的体验 紧张又尴尬 哈喽大家 我现在已经准备好去参加活动了 这个就是我今天的装扮 穿了昨天视频里的第三件和一个西装 整体效果就是这个样子的 今天的天气实在是太棒了 就是这样穿真的会有点热 不过活动是在室内 所以还好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我这个盘发是不是超级漂亮 我跟你们讲 我昨天本来是要去做迷架的 但是忘掉了 迷架这种东西怎么可能忘掉是忘了 然后我这个小手还受伤了 到了之后 偏偏姐姐带我们去签到 一进来就看到了好多博主把我激动的 还有好多迷你都特别洋眼 这边就可以零手还了 问我干皮还是油皮 然后就给我带了这个蓝色干皮版的 紧完之后来这里签名打卡入场 这里有两个机位拍照 我需要签名的时候白拍一个 最后到中间再拍一张 看我尴尬这么又犯了 手都不知道放哪里 而且笑得也很不自然 接着给你们看我见到的莉莉安 真的超级有气质 真的太多了 我们俩接受了 比较客气质 我是今天活动的主持人先宜 很高兴能跟各位相继于此 整个活动的内容简单来说就是介绍产品 然后发布了一个新品特务书王颁奖这类的 这里的空调开的还挺大的 座里有点冷 然后就出来活动活动 然后还跟几个博主拍了一些合照 我今天怕脸肿 所以早上起来到现在一点东西都没吃 就喝了一宵口水 肚子也不是很饿 但是看到了好看的甜品 还是想尝几口 晚上上四楼吃自如餐 吃了几锅还是觉得这个西瓜和炒饭是最好吃的 其他的味道真的一般不是很好吃 然后我发现铃口这里不知道什么时候 站上脚的有大块的地方 白白的也擦不住 吃完饭之后就来一楼 等丽莉安他们吃完饭 坐这里拍了一些小视频就结束了 虽然有点小遗憾吧 但是活动很顺利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去拍下一条vlog了 那我们明天再见 大家拜拜